不知不觉紫衣玩团境的场数已经快达到3000场了 这局遇到的人也是紫衣玩团境3000场以来最可惊的对手 开局2000秒两个想不到对面还敢冲过来 好此时吴紫衣直接用两把G堵到对面家门口 刚复合是吧再给我回去 这局游戏才刚开始可能对手连手机都没拿我 对面就发现有个仔拿着两把G已经堵到家门口了 被这么一发一万秒对面居然还想玩 一般对手已经退游戏了 但他们还在玩强抗争 这小型你还没看到我都堵到家门口了 你还在秒远距离啊 家里着火了你却想着诗和远房 打到现在突然乌子衣心生一丝丝的惭愧 有点对不起来看视频的各位观众朋友 排潮神十几连击就敢说玩的6啊 人家谁谁谁一条命一打40 人家玩团境一局40杀赢了他能拿100多杀 这时候有个小兄弟怎么就过来投诚了 主动放下了武器来投靠我 来了还挺多一下就来了三个 说好的是可敬的对手呢 对 这三个小兄弟是很正常的 因为正常对手现在已经是放弃了抵抗 还有一个小兄弟呢 你还敢捶我 你不会是假投靠吧 还有个小兄弟依然在顽强抗争啊 注意有个小兄弟帮我爆点了 一发秒掉 这时候一打四的局啊 瞬间变成了一打一的局 再次秒杀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帮子衣数一数啊 这个小兄弟到底被子衣秒了多少次 哎你是来假投靠的 赶紧跳开 感觉中了他的机啊 三十六斤你是不是全都会啊 可能真是卧龙转世 看他的ID啊以及头像啊 感觉都不是正常人能够搞出来的 地球人是做出来的 那估计就是外星人了 这对手不一般啊 非常的神秘啊 他到底是谁我不知道 但由于刚刚的老弟英勇的行为 他队友也纷纷被感动啊 都想过来打我了 本来好好的几个小兄弟投靠我呢 都被他劝回去了 好家伙 现在又变成了一打二 明明无子一现在是优势 为什么现在手机都有点拿不稳呢 刚刚两颗马格纳子弹 才顺掉一个人 我真没用啊 这小兄弟滑过来了 哎你这次应该是被打服了吧 好我们几个人和平相处 这局让你们赢了 临走之前把衣服给他们吧 可能这衣服他们都比较想要 有一小子可能一辈子穿不着这么好的 来箱也丢了 可是见屋子一丢箱 哎是吧 反了反了 我得把枪拿回来 刚那个仔趁我去要我命啊 那我这次可真的生气了 没头没脚 照样一发秒掉你 我无子一真心对待他们 想不到这人居然还是个反顾仔 静静的子一居然被这个小兄弟打动了 带哥身上有一种欺而不舍的精神 屡战屡败 屡败又屡战 他已经无数次倒在自己的AWM的枪下 为什么每次都能站起来呢 把他称之为贼三千场以来遇到的最可敬对手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家伙要把这股劲用在学习上 日后必定是状元啊 游戏还剩下最后不到半分钟 刚刚这个仔也没能击杀自己一次 挑起来拿枪对着我干什么 你敢打我试试啊 同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 别让我逮到你啊 别以为滑场就能够躲掉我的子弹 他是成功接到了 而且是命中头部 喜欢这集团的视频 别忘了把该点都点了 我们下集再见